《環球時報》2015年7月24日報章《十三文化教育》 徐明教美助理國務卿如何看風水的中國道長接受專訪梁興陽 外國不須要隱藏本部記者徐明圖片說明 梁興陽在中南山連工修身 徐明涉先教美國助理國務卿如何正確看南海風水 再批日本防商亂用《道德經》 之後又即阿基諾訪一荒謬言行 全真道長梁興陽更一針對國際時政的評點讓他一下子火鳥起來 同時也引發人們對中國道教文化的討論 與這些言論一起受到關注的 還有梁興陽對代漢復推廣的觀點 以及手拿棒棒糖懷抱碗巨紅的賣文舉止 對於這些顛覆道士傳統形象的行為 梁興陽本人是怎麽想的 帶著好奇心 《環球時報》記者近日在中南山對這位 全真龍門派第三十代 原裔弟子進行了專訪 《環球時報》 老話說出家人不問凡陳氏 是什麽促使你在南海問題上發表言論 梁興陽,我是個普通人 道觀的生活簡約而不單調 平時要做很多事情 不可能時刻關注國家大事 但是我也不希望自己變得閉此開 準確地說 關注而不執著 關心而不刻意 是我對國際熱點的態度 或許平時我們可以嘻嘻哈哈 可以只關注而不發聲 但是當需要我們表達的時候 就應當有勇氣站出來 修道首先是做一個真實的人 入道修行不等於不問世時 宗教徒也不可能脫離國家而存在 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 然後才是一個道士 首先有了身份證 然後才有了道士證 修道有很多方式 或許別人選擇避世 而我選擇的是用我的方式全息導舊 環球時報 你的南海風水言論在網上發酵後 有人說你是這愛國自我炒作 這是你是先預料到的嗎? 梁興陽,我是有敢而發 根本沒想到會得到這麽多關注 當然,這也讓我內心挺高興的 雖然有人罵我 但更多的人士支持我 有時候我們會因為各種顧慮而隱藏自己的想法 但我認為 愛國不需要隱藏 最真實的反應只有遇到事情時才能展現出來 中國在歷史上真經領先世界 如今相對落後一時 對於某些國人來說 羨慕別人的好 盲目誇大自己國家的缺陷成了常態 為了否定而否定 好障愛國是愚昧的 打著普世價值的口號否定中國財事務 歸根到底 這是由於對自己的文化不自信 進而自卑自戰 環球時報 從南海事件到漢福討論 從擦微博賣文到網上開店 你一直處於輿論的風口浪尖 你是否認為自己是道士中的異類 梁輕揚 每個人收到途徑不同 有修先的 有修法的 我是想讓更多人了解道教文化 盡可能讓人們認知傳統文化的好 我批評的從來不是文化或理念 而是包括在文化外以下的偏激者 包括對漢福的討論 我也是強調事物的發展變化 只不過網上很多人會根據自己的傾向人為地給你分類 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很不理性 如果我是個玩電腦遊戲混日子的懶道士 還能美其名若超然物愛 不做事永遠不會招來批評 我覺得能讓喜歡你的人比討厭你的人多 這就夠了 大小環球時報 對於道士下山醜化道教的爭議 你怎麼看?梁輕揚 在我看來 道士下山不是一部道教科普片或廣告片 更不是紀錄片 而是一部娛樂化的電影 不能苛求一部商業電影精準地反映道教文化 即便這部影片對道教的展示有誤差 也妨礙不了我們對道教的宣傳 正因為有了西游記石雕英雄傳等影視劇的播出 大欲對佛教 全真教有了更多觀感 不要小看了觀念之 V 的判斷力 那份要求道協的所謂中道協聲明已經被澄清 但我們要反思 為什麼這個聲明傳播這麼快 進而引起整個網絡上的條刊 因為道教在宣傳上的不作為 導致大師如進班 解太少 看看書店裡有多少高增對佛法傳息的書籍 看不到道教的書籍 是因為社會對道教不公嗎? 如果這次要譴責陳凱哥 那事不是還有更多的圓運網絡作家需要譴責 所以,要包容地對待小說和影視劇 一味譴責只能克退別人對道教的好感 《孤報自封的清高不可取》 《環球時報》 對於社會上發生的一些惡性事件 有人歸結為無信所以沒有底線 你怎麼看國人信仰缺失的問題? 梁興揚 社會氛圍的形成 每個人都是參與者 沒有人可以把自己自身是愛 有人習慣於對自己的國家、文化、宗教不自信 反映到生活當中 就是做起事來不管不顧 沒有底線 其實這些人行的不是特權 而是自己沒有特權 改變這種狀態 需要我們實回自信和尊嚴 建立公正的概念 找到人情和律法的平衡點 中國人的信仰是深藏血脈之中的 比如國泰文安 封條與信 唯有適應我們民族發展的信仰 才是真正的信仰 無論佛也罷 都也罷 都是相同的道理 《環球時報》 能否談談你是如何出家的? 梁興揚 我出家的經歷其實是個烏龍球 我畢業於雲南大學應用化學專業 其實化學不就是外丹術的衍生嗎? 畢業之後我在中面邊境做肉食生意 生活環算閒息 那時候 朋友看我過著清秀的生活 就開環笑說你怎麼不去做道士? 2009年 我到西安金仙官準備歸醫做個居士 結果坐穿上了道袍 被師傅收到門下 後來就真的當了道士 這也是完發吧 以前的經歷讓我對金錢沒有太大執念 我恨慶幸當時自己毫無功利心地進入道教 道教有一句話叫寧勸十人還俗 不勸一人出家 弘揚道教的目的不是勸人入道 而是讓普通人通過了解道教 積極端正自己的心態 同時 道家很強調孝道 無情莫入道 比喻我出家了 並不改姓 還可以更加類保持聯繫 有空就回去 環球時報 你是否喜歡出名帶來的變化? 梁輕揚 我還是以前的狀態 一直忙忙碌碌 不同的事 關主度提升之後 我們可以更好地做想做的事 現在有更多人來走訪道觀 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這種變化是好事 你看收仙 圓幻小說近幾年非常流行 這些文學作品類的道教元素能吸引年輕人 我們做事情也是如此 首先讓人對道教感興趣 之後才有進一步了解的可能 當然道教也有算的 符咒、開光等術數 但這些只是道教的衍生品 並非根本 環球時報 提到宗教 有人會和迷信聯繫起來 而你在宏道時經常說請不要迷信 這句話怎麽理解 梁輕揚 不迷信就是不讓人盲目相信 從2010年網絡宏道開始 我一直強調這一點 很多人認為道教就是抽籤算命 和風見迷信或想等號 卻忽略了道教的思想文化本質 從本而來說 道教始終強調的是使人明知明深 其實我在微博上自黑或賣文 更多意義上是為了讓道士去神秘化 讓道教去玄學化 讓大家看得道士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當然開網店會給我們帶來一些收入 但更重要的是宏道 沒有這些傳播平台 不會有人了解到舊 我願意在這個探索過程中充當墊腳石 讓下一代人把路看清楚 走得更遠